出埃及记第一章 以色列的众子,个人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他们的名字是 刘本、西缅、地位、犹大、以萨加、西布伦、汴雅敏 但、拿佛他利、迦德、雅舍 他们全是雅各所生的 共有七十人 那时约瑟已经在埃及了 后来约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繁殖众多 人数增加,极其强盛 遍满了那地 那时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统治埃及 他对自己的人民说 看啊,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盛 来吧,我们要用巧计对付他们 恐怕他们增多起来 一旦发生战争 他们就与我们的仇敌联合 攻击我们 并且离开这地 于是他们只派都公管辖他们 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除货城 就是比东和兰塞 但是埃及人越苦害他们 他们就越发增多 越发繁殖 埃及人就惧怕以色列人 于是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苦工 埃及人使他们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 他们要获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 这一切苦工 埃及人都严严地去使以色列人去做 埃及王吩咐两个西伯来接生父 一个名叫施弗拉 一个名叫普阿 说 你们给西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 要看着他们临盆 若是男孩 你们要杀死他 若是女孩 他就可以活着 但是接生父却敬畏神 不照着埃及王吩咐他们的去做 竟让男孩活着 于是埃及王把接生父叫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做这事 让男孩活着呢 接生父回答法老 西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 他们很有活力 接生父还没有来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神恩待接生父 以色列名增多起来 而且非常强盛 接生父因为敬畏神 神就为他们建立家世 法老吩咐他的众名说 凡是西伯来人所生的男孩 你们都要把他投在河里 凡是女孩就让他活着 出埃及记第二章 有一个立位家的人去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见他俊美 就把他藏了三个月 直到他不能把他再藏了 就拿一个葡草香来 涂上立青和石漆 把孩子放在里面 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 要知道孩子究竟怎样 那时法老的女儿下到河边去洗澡 他的石女们在河边行走 他看见了在芦苇中的箱子 就打发自己的石女去把箱子拿过来 他打开了就看见那孩子 看那孩子哭了 他就怜悯他 说 这是西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 我去从西伯来妇人中 给你请一个奶妈来 为你如养这个孩子 可以吗 法老的女儿回答 你去吧 童女就去把孩子的母亲请了来 法老的女儿对他说 你把这孩子抱去 替我如养他 我必给你工钱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如养他 孩子长大了 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 他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 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 说 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过了些日子 摩西长大了 有一次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去 看见他们的重担 又看见一个埃及人 打他的一个同胞 西伯来人 摩西左右观望 见没有人 就把那埃及人击杀了 埋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他又出去 看见两个西伯来人 彼此争斗着 就对那欺负人的说 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回答 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想杀我 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 摩西就惧怕起来 心里想 这事必定给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 就设法要杀摩西 摩西躲避法老 就往米店地区居住 有一天他坐在井旁 米店的祭司有七个女儿 他们来打水 打满了水槽 要给父亲的羊群喝 有些牧人来了 把他们赶走 摩西却起来救了他们 也给他们的羊群喝水 他们回到父亲刘尔那里 父亲问 今天你们为什么赶着回来呢 他们说 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了牧羊人的手 而且还为我们打水给羊群喝 父亲对众女儿说 他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撇下那人呢 去请他来吃饭 摩西乐意和那人同住 那人把自己的女儿西波拉 给了摩西做妻子 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 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 因为他说 我在异地做了客旅 过了很久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在捆锁中叹息 他们就呼求 在捆锁中的呼求 达到神那里 神听见他们的呼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 也关注他们 出埃及记 第三章 那时摩西正在目放他岳父 米殿祭司 叶特罗的羊群 有一次 他把羊群 顶到旷野的尽头去 到了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耶和华的使者 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 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 看见荆棘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 我要到那边去 看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 为什么烧不掉 耶和华 借摩西 要到那边去观看 神就从荆棘丛里呼叫他说 摩西 摩西 摩西说 我在这里 耶和华说 不可过到这里来 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因为怕见神 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 耶和华说 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都公的挟制 所发的呼声 我也听见了 他们的痛苦 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下来 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令他们脱离那地 到美好宽阔之地 到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 赫人 雅摩利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和耶布斯人的地方 现在 以色列人的呼声 已经达到我的面前 我也看见了埃及人 对他们所施的压迫 所以 现在你来 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去 使你可以把我的人民 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 我是谁 竟能到法老那里去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神回答 我必与你同在 你把人民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 你们要在这身上侍奉神 这就是我派你去的凭据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 神拆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必问我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回答摩西 我是自有 拆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 也是世世代代中 我被纪念的名字 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 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 也不思人之地去 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去 他们必听你的话 你和以色列的长老 要到埃及王那里去 对他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 遇见了我们 现在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 到旷野去 好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也知道 如果不施行大能的手 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的 因此我要伸手 用我在埃及快要施行的一切异能 击打埃及 然后他才会让你们离去 我必叫这名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 因此你们离去的时候 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每个妇女 要向他邻居的妇女 和寄居在他家中的妇女 索取银器、金器和衣服 要给你们的儿女穿戴 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掠夺了 出埃及记第四章 摩西回答 看啊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因为他们必说 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问摩西 那在你手里的是什么 他说 是手杖 耶和华说 把他丢在地上 摩西把他一丢在地上 他就变了蛇 摩西就逃跑 离开了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伸出你的手来 捉住蛇的尾巴 摩西就伸出手来 紧握着他 他在摩西的掌中 又变回了手杖 这样就使他们相信 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曾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再对摩西说 现在把你的手放进怀里 摩西就把手放进怀里 等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 手就长满了麻风 像雪那样白 耶和华说 把你的手再放进怀里 摩西就把手再放进怀里 等他把手从怀里抽出来的时候 手就恢复过来 像身上别处的肉一样 耶和华又说 如果他们不信你 也不听从头一个神机的话 他们必信随后来的神机 如果连这两个神机 他们也不信 也不听你的话 你就从河里取些水 倒在旱地上 你从河里取来的水 就必在旱地上变成血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 以前不是 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不是 因为我本是着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 耳聋 眼明 眼瞎呢 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只叫你当说的 摩西说 主啊 请你拆派你愿意拆派的人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 不是有你的哥哥立位人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 他现在出来要迎接你 他看见了你 心里就快乐 你要对他说话 把你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口里 我必与你的口同在 也与他的口同在 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向人民说话 他要做你的口 你要做他的神 这手杖 你要拿在手里 用来行神迹 于是摩西启程 回到他岳父耶特罗那里 对他说 请你容我离开这里 回到我在埃及的同胞那里 看看他们是否还在 耶特罗对摩西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 耶和华在米殿对摩西说 你要启程 回到埃及去 因为那些寻所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 让他们骑在驴上 向着埃及地回去了 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启程回到埃及去的时候 要留意我交在你手里的一切其事 把他们行在法老面前 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 他就不让人民离开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我曾对你说 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 好叫他侍奉我 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 看啊 我必杀你的长子 在路上住宿的地方 耶和华遇见了摩西 就想要杀他 西波拉就拿了一把石刀 把他儿子的包皮割下来 把他丢到摩西的脚上 说 你真是我的血狼了 这样 耶和华才放了他 那时西波拉说 你是血狼 是因为割离的缘故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到旷野去迎接摩西 他就去了 他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 就和他亲嘴 摩西把耶和华派他 所说的一切话 和吩咐他所行的一切神迹 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和亚伦就去召集 以色列人的长老 亚伦把耶和华对摩西 所说的一切话 都说了一遍 并且在人民的眼前 行了这些神迹 人民就相信了 他们听见耶和华 眷顾以色列人 也见察了他们的痛苦 就俯伏敬拜 出埃及记第五章 后来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洁 法老回答 耶和华是谁 我要听他的话 让以色列人离开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他们说 西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 到旷野去 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 免得他用瘟疫或刀剑 击杀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 摩西、亚伦啊 你们为什么使人民懒惰不做工呢 去挑你们的担子吧 法老又说 你看 现在这地的民很多 你们尽叫他们歇下担子 就在那天 法老吩咐众民的都工和首领说 你们不要像往日一样 再把草给人民做砖 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他们往日做砖的数量 你们还是向他们要 一点也不可减少 因为他们是懒惰的 所以他们才呼喊说 让我们去献祭给我们的神 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 加在这些人的身上 好使他们专心做工 不听谎言 众民的都工和首领出来 告诉人民说 法老这样说 我不再给你们草 你们自己能在哪里找到草 就在哪里去捡吧 但你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 于是人民就分散到埃及全地 去拾河街做草 都工们催着说 你们的工作 每天的本分要在当天完成 像以前有草的时候一样 法老的都工 责打他们派定的 以色列人的首领说 你们昨天今天 为什么没有做完 指定要你们做的砖 像往日一样呢 以色列人的首领就来 向法老呼求说 你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呢 没有草给你的仆人 但他们对我们说 你们做砖吧 看哪 你的仆人受了责打 其实这是你自己人民的错 法老说 你们确实是懒惰的 所以你们才说 让我们去献祭给耶和华 现在你们去做工吧 草是不给你们的 砖却要如树交上 以色列人的首领 应有命令说 你们每天本分要做的砖数 不可减少 就知道自己有货了 他们从法老那里出来的时候 遇见摩西和亚伦 正在站着等候他们 就对他们说 愿耶和华检查你们 审判你们 因为你们使我们的乡气 在法老眼前和他的臣仆眼前 都发臭了 把刀放在他们的手里 来杀我们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 说 主啊 你为什么苦待这人民呢 为什么拆派我呢 自从我到法老那里 奉你的名说话以来 他就苦待这人民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你自己的人民 出埃及记 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现在必看见我 要向法老行的事 因为我施展大能的手 他必让他们离去 我施展大能的手 他必把他们从自己的地赶出去 神告诉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曾向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显现 为全能的神 至于我的名字 耶和华 他们是不认识的 我不但与他们 确立了我的约 要把迦南地 就是他们做客 寄居之地赐给他们 而且 我也听见了 以色列人 因埃及人所加的奴役 而发的哀声 就纪念我的约 所以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把你们 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 救出来 我要拯救你们 脱离他们的奴役 我要用伸出来的绑壁 并借着严厉的刑罚 来救赎你们 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 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 救出来的 我举手起誓 要给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地 我必领你们进去 我也必把那地赐给你们做产业 我是耶和华 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 只是他们因为心理仇烦和苦工的缘故 就不肯听摩西的话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你要告诉埃及王法老 叫他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看哪 以色列人尚且不肯听我的话 法老又怎会听我的话呢 因为 我是个着口笨蛇的人 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 命令他们到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禀出来 他们各家族首领的名字记在下面 以色列的长子 刘本的儿子是哈诺 法路 西斯伦 加米 这些是刘本的各家族 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 雅敏 阿霞 雅金 索霞 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 这些是西缅的各家族 立位众子的名字 按照他们的世代记在下面 就是格顺 哥侠 米拉利 立位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格顺的儿子按照他们的家族 是利尼 世美 哥侠的儿子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哥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 米拉利的儿子是莫利和姆氏 按照他们的世代 这些是立位的家族 安兰 安兰娶了自己的姑母约基别为妻 约基别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 安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 尼腓 西基利 乌靴的儿子是米莎利 以利萨凡 西提利 亚伯 亚伦娶 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 以利沙巴做妻子 他给亚伦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萨、以他玛 可拉的儿子是亚席、以利加拿、亚比亚萨 这些是可拉的各家族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萨娶了普帖的一个女儿为妻 他给以利亚萨生了非尼哈 按照他们的家族 这些就是利位人的各首领 这亚伦和摩西 耶和华曾经对他们说过 你们要按照他们的军队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那对埃及王法老说 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 就是这摩西和亚伦 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你要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都告诉埃及王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 你看 我是个啄口笨蛇的人 法老怎肯听我呢 出埃及记第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好像神一样 你哥哥亚伦要做你的先知 我吩咐你的一切 你都要说 你哥哥亚伦要告诉法老 法老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心硬 我也要在埃及地加增我的神迹奇事 可是法老不听你们的话 我必下手击打埃及 借着严厉的刑罚把我的军队 我的人民 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向埃及地伸手 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摩西和亚伦这样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 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八十岁 亚伦八十三岁 耶和华告诉摩西和亚伦说 如果法老告诉你们说 你们行件骑士吧 你就要对亚伦说 拿你的手杖来 把他丢在法老面前 他就会变作蛇 摩西和亚伦就进到法老那里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的行了 亚伦把手杖丢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 手杖就变了蛇 于是法老也把智慧人和行法术的人照了来 他们本是埃及的术士 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了 他们个人都丢下自己的手杖 手杖就变了蛇 亚伦的手杖却吞了他们的手杖 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听他们的话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一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心里固执 拒绝让人民离去 明天早晨 你要到法老那里去 看哪 法老出来到水边去的时候 你要站在河边迎见他 那变过蛇的手杖 你要拿在手里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 拆我到你这里来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好使他们可以在旷野侍奉我 你看 直到现在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 水就变成血 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河中的鱼必死亡 河水也必发臭 埃及人就必厌恶喝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 拿你的手杖来 把你的手伸在埃及的重水之上 就是在他们的江 河 池 和所有水塘之上 使水 都变成血 因此 在埃及全地 连木器 石器中 都必有血 摩西和亚伦就这样行了 就像耶和华所吩咐的 亚伦在法老面前 和法老的臣仆面前 举起手杖 击打河里的水 河里的水就都变了血 河里的雨死了 河水发臭了 埃及人也不能喝这河里的水了 在埃及 全地都有血 埃及的术士 也用他们的巫术这样行了 可是 法老却心里刚硬 不肯听摩西和亚伦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 回到宫里去 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所有的埃及人 都在河的周围掘地 要得水喝 因为他们不能喝 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 击打尼罗河以后 满了七天 出埃及记 第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到法老那里去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如果你拒绝让他们离开这里 看哪 我必用青蛙 击打你的全境 河里必滋生青蛙 青蛙必上来 进到你的宫殿和卧房里去 跳上你的床 进你臣仆的房屋 跳上你人民的身上 进你的炉子和团面盆 青蛙也必跳上你 你的人民和臣仆的身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 把手中的杖 伸在江、河、池之上 使青蛙上到埃及地来 亚伦把手一伸 在埃及的种水之上 青蛙就上来了 并且遮盖了埃及地 种树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了 使青蛙上了埃及地来 法老把摩西和亚伦照了来 说 请你们恳求耶和华 好叫他使青蛙离开我和我的人民 我就必让这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们可以向耶和华献祭 摩西回答法老 请指示 我要在什么时候为你和你的臣仆 以及你的人民 恳求耶和华除灭青蛙 使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 只留在河里呢 法老说 明天 摩西回答 就照着你的话行吧 好叫你知道 没有神 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青蛙必离开你和你的宫殿 你的臣仆和你的人民 只留在河里 于是摩西和亚伦 离开法老走了出来 摩西为了耶和华 夹在法老身上青蛙的灾害 向耶和华呼求 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 在房屋里 院子里和田野中的青蛙都死了 有人把青蛙一堆一堆积聚起来 那地就发臭了 法老一件灾祸平息了 就心里刚硬 不肯听他们的话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福 伸出你的手杖 挤打地上的尘土 使尘土在埃及全地都变成狮子 他们就这样行了 亚伦伸出手中的杖 挤打地上的尘土 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 埃及全地所有地上的尘土 都变成了狮子 众树士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形 要生出狮子来 却不能办到 所以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狮子 众树士就对法老说 这是神的手指头 法老却心里刚硬 不肯听摩西和亚伦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清早起来 站在法老面前 看啊 法老到水边来的时候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如果你不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看啊 我必叫苍蝇落在你和你臣仆 以及人民的身上 进到你的宫殿 埃及人的房屋都必充满苍蝇 他们所在的地方也是这样 那日我必把我人民居住的地方割山分别出来 使那里没有苍蝇 为要使你知道 在全地上只有我是耶和华 我必把我的人民和你的人民分别出来 明天必有这神迹 耶和华就这样行了 无数的苍蝇进了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 并且遍布埃及全地 那地就因为苍蝇的缘故毁坏了 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去 在这地献祭给你们的神吧 摩西回答 绝不可以这样行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看为可赠的祭物 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把埃及人看为可赠的祭物 在他们眼前献上 难道他们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进到旷野 号召着耶和华吩咐我们的 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献祭 法老回答 我必让你们离开这里 你们可以在旷野献祭给耶和华你们的神 只是 你们不可走得太远 请你们为我祈祷 摩西说 看哪 我要离开你出去 祈求耶和华 使苍蝇明天可以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 以及法老的人民 只是 不可再行欺骗 不让以色列人离开这里 去献祭给耶和华 于是 摩西从法老那里出来 去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了 使苍蝇离开了法老和他的臣仆 以及他的人民 连一只也没有留下 可是 这一次法老还是心里刚硬 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出埃及记 第九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到法老那里去 对他说 耶和华 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如果你拒绝他们离开这里 仍然强留他们 看哪 耶和华的手 必用严重的瘟疫 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 加在马 驴 骆驼 牛群 羊群身上 耶和华必把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分别出来 所有属于以色列人的 一只也不死去 耶和华就定了时候 说 明天 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 第二天 耶和华就行了这事 埃及人全部的牲畜都死了 可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 一只也没有死去 法老派人去看 果然看见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 连一只也没有死去 法老的心还是刚硬 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两手拿满卢灰 摩西要在法老眼前把卢灰向天上养起来 这卢灰必在埃及全地变为围尘 在埃及全地的人和牲畜身上 就必生出枕病和浓疮 摩西和亚伦取了卢灰 站在法老面前 摩西把卢灰向天上养起来 人和牲畜身上 就生出了枕病和浓疮 众术士因为生了疮的缘故 不能站在摩西的面前 因为众术士和所有埃及人身上 都生了疮 耶和华是法老心里刚硬 他就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话 就像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清早起来 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因为这一次我要降下我的一切灾祸 打击你和你的臣仆及人民 为要使你知道在全地上没有神像我的 如果我现在伸手用瘟疫击打你和你的人民 你就早已从地上消灭了 然而我使你存留是为了使你看见我的能力 并且在全地上传讲我的名 你仍然向我的人民自高 不让他们离开吗 看呐 明天大约这个时候 我必降下极重的冰雹 在埃及自建国以来 直到现在 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的 所以 你现在要派人去 把你的牲畜和田间所有属于你的 都收据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凡在田间发现的人和牲畜而不收回家里去的 冰雹必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必死亡 法老的臣仆中 有惧怕耶和华这话的 就叫他的仆人和牲畜进屋里来 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 却把他的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向天伸仗 使埃及全地都有冰雹 落在人身上 在牲畜身上和埃及地田间所有的蔬菜上 摩西把手杖向天一伸 耶和华就打雷下薄 有火落在地上 耶和华使冰雹降在埃及地上 那时有了冰雹 冰雹与火混杂在一起 十分严重 埃及全地自从建国以来 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 在埃及全地 冰雹把田间的一切 连人和牲畜都击打了 冰雹又把田间的一切蔬菜击打了 也把田间的一切树木打断了 只有在以色列人所在的戈山地 没有冰雹 于是法老把摩西和亚伦照了来 对他们说 这一次我犯了罪了 耶和华是公义的 我和我的人民是有罪的 请你们祈求耶和华吧 因为这雷声和冰雹已经够了 我决意让你们离开 你们不可再留在这里 摩西回答法老 我一出城 就必向耶和华伸手祷告 雷声就必止住 也不再有冰雹了 好使你知道大地是属于耶和华的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 我知道你们在耶和华神的面前 还是没有惧怕的心 那时 麻和大麦被冰雹击打了 因为大麦已经土碎 麻也开了花 只是小麦和粗麦却没有被击打 因为他们还没有长成 摩西离开法老出城去了 就向耶和华伸手祷告 雷声和冰雹就止住了 雨也不再倾倒在地上了 法老看见雨水冰雹和雷声都止住了 就更加犯罪 他和他的臣仆都心里刚硬 法老的心刚硬 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就像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到法老那里去 因为我已经使他的心和他臣仆的心刚硬 我要在他们中间显出我这些神迹 并且要你把愚弄埃及人的事 和我在他们中间显出的神迹都讲给你的子孙听 使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 摩西和亚伦就到法老那里去 对他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你拒绝在我面前谦卑 要到几时呢 让我的人民离开吧 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如果你拒绝让我的人民离开 看啊 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界 蝗虫必遮盖地面 甚至人不能看见地 蝗虫必吃尽那避过灾难余生的 那没有受冰雹击打 剩下留给你们的 他们也必吃尽田间给你们生长起来的一切树木 蝗虫必充满了你的宫殿 你所有臣仆的房屋和所有埃及人的房屋 这是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 自从在世以来 直到今日所没有见过的 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了 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 这人成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 让这些人离开吧 使他们可以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埃及已经毁灭了 你还不知道吗 于是摩西和亚伦被召回来到法老那里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吧 但那些要去的是谁呢 摩西回答 我们要和我们年少的与年老的同去 要和我们的儿女同去 也要和我们的羊群与牛群同去 因为我们必须向耶和华守节 法老对他们说 我让你们和你们的孩子离开的时候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你们要谨慎 因为有祸患在你们面前 不可以这样 只有你们的男子可以去侍奉耶和华 因为这原是你们要求的 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赶出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向埃及地伸手 使蝗虫上埃及地来 吃尽地上所有的蔬菜 就是受冰雹击打后留下的 摩西就向埃及地伸仗 整整的一日一夜 耶和华把东风吹在地上 到了早晨 东风把蝗虫吹来了 蝗虫上到埃及全地来 停留在埃及全境 它们非常众多 以前没有像这样多的蝗虫 以后也没有 蝗虫遮盖了整个地面 以至大地都变黑了 它们吃尽了地上一切蔬菜 和树上所有的果子 就是受冰雹击打后留下来的 这样在埃及全地 无论是树木或田间的蔬菜 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于是法老急忙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 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 也得罪了你们 现在 求你指这一次赦免我的罪 也请你们求告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这一次的死亡离开我 摩西就离开法老出来 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转了非常强大的西风 把蝗虫吹起来了 投进红海里 在埃及全境 连一只蝗虫也没留下 但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以致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向天举手 使黑暗临到埃及地 这黑暗是可以触摸的 摩西向天伸手 幽暗就临到埃及全地三天之久 三天之内 人彼此不能看见 谁也不能起来离开自己的地方 但是在所有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 都有亮光 法老就把摩西召了来 说 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 你们的孩子也可以与你们同去 只是要把你们的羊群和牛群留下来 摩西回答 你也要把献祭用的祭物和凡祭交给我们 使我们可以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牲畜也要与我们同去 连一只也不留下 因为我们要从他们当中 取出一些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没有到达之前 还不知道要用什么侍奉耶和华 但耶和华使法老心里刚硬 因此他不愿意让他们离开 法老对摩西说 你离开我去吧 你要小心 不要再见我的面 因为你再见我面的时候 你必定死 摩西回答 你说对了 我不再见你的面了 出埃及记第十一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再使一种灾祸临到法老和埃及 然后法老他必让你们离开这里 他让你们离开的时候 必全部赶住你们离开这地 现在你要告诉人民 叫他们男女个人向自己的灵社 索取银器、金器 耶和华使人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同时摩西在埃及地 在法老臣仆的眼前 和人民的眼前 都成了伟大的人物 摩西说 耶和华这样说 大约半夜的时候 我要出去寻行埃及地 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都必死亡 就是从做王位的法老的长子 直到推磨的卑女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亡 在埃及全地必有大哀嚎 这样的哀嚎从前未曾有过 以后也必再没有 但是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 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叫费 为要使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 你所有的臣仆都必下到我这里来 向我下跪说 你和所有跟从你的人民都出去吧 然后我才出去 于是摩西气泛泛地离开法老出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必不听你们的话 好使我的神迹在埃及地加增起来 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神迹 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所以他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耶和华在埃及地告诉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本月初时 他们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 如果一家的人太少 吃不了一只羊羔 家长就要和靠近他家的邻居 按着人数共取一只 你们预备羊羔的时候 要按着个人的食量计算 你们的羊羔要毫无残疾 一岁以内的供羊 你们可以从绵羊或山羊里取 你们要把羊羔留到本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体会众 要把羊羔宰杀 他们要取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 两边的门柱和门楣上 当那一夜 你们要吃羊羔的肉 肉要用火烤了 和无效饼与苦菜一同吃 不可吃生的 也不可用水煮 只可吃用火烤的 头、腿和内脏都一起吃 你们一点也不可留到早晨 如果有一点留到早晨 就要用火烧掉 你们要这样吃羊羔 腰间竖上带 脚上穿着鞋 手中拿着杖 快速地吃 这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因为在那一夜 我要走遍埃及地 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 都要杀掉 我也要审判埃及的一切神奇 我是耶和华 这些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 做你们的记号 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 一看见这血 就越过你们去 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 毁灭你们 这一日 必做你们的纪念日 你们要守这日 为耶和华的节 你们要世世代代 守这节日 做永远的定力 你们要吃无孝饼七天 可是第一天 就要把孝 从你们的家中除去 因为从第一日起直到第七日 凡吃有效之物的 那人必从以色列中被除灭 第一日 你们要有盛会 第七日 你们也要有盛会 这两日之内 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 一切工作都不可做 你们要守无孝节 因为就在这一天 我把你们的军队 从埃及地领出来 所以你们要世世代代 守这一日 作为永远的定力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起 直到本月二十一日晚上止 你们要吃无孝饼 七日之内 在你们的家中 不可有孝 因为凡吃有孝之物的 无论是外国人 或是本地人 那人必从以色列的会中中 被剪除 凡是有孝的 你们都不可吃 在你们一切居住的地方 你们都要吃无孝饼 于是摩西把以色列的 众长老召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按着家族 自己选取羊羔 把这逾越节的羔羔 宰杀了 要拿一把牛西草 站在盘中的血里 然后把盘里的血 涂在门楣上和两边的门柱上 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 直到早晨 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 击打埃及人 他一看见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有血 就越过那门 不让那毁灭者 进入你们的房屋 来击杀你们 这教训 你们必须遵守 作为你和你的子孙 永远的定力 日后 你们进了耶和华应许 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 就必须守这敬拜之礼 日后 如果你们的子孙问你们 你们这敬拜之礼 有什么意思 你们就要回答 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计 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 越过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了我们的家 于是 人民低头敬拜 以色列人就去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 以色列人就照样行了 到了半夜 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就是从做王位的法老的长子 直到监牢里遭囚禁的人的长子 以及所有投生的牲畜都急杀了 在那一夜 法老本人和他所有的臣仆 以及全埃及的人都起来了 在埃及有极大的哀嚎 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夜里 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 说 你们和以色列人都起来 离开我的人民出去 照着你们所说的 去侍奉耶和华吧 也照着你们所说的 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 并且要为我祝福 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 要他们赶快离开此地 因为他们说 我们都要死了 以色列人就拿了 没有发过笑的生面 用衣服把团面盆绑好 扛在尖头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画行了 他们向埃及人索取 银器、金器和衣服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埃及人就给了 他们所要求的 这样 他们就夺去了 埃及人的财物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 到舒哥去 除了小孩子以外 步行的男人 约有六十万 又有混杂多族的一群人 和他们一同上去 他们还带着羊群 牛群和无数的牲畜同去 他们把从埃及带出来的生面 烘成了无效的圆饼 这生面原是没有发过笑的 因为他们被驱逐离开埃及 所以不能停留 也没有为自己预备食粮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间 共有四百三十年之久 就在四百三十年 届满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全军 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这是向耶和华守的一页 因为耶和华 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所以这一页 是所有以色列人 世世代代向耶和华 守的一页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逾越节的定例是这样 凡是外族人 都不可以吃羊羔的肉 但是个人用银子 买回来的奴仆 如果你给他行了割礼 他就可以吃了 寄居和受雇的都不可以吃 必须在同一间房子里吃 你不可把一点肉 从房子里带到外面 羊羔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折断 以色列全体会众 都要守这逾越节 如果有外族人寄居在你们中间 也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 他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 然后他才可以前来守逾越节 他就必像本地人一样 但所有未受割礼的人 都不可以吃这羊羔 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族人 都同属一例 所有以色列人都奉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 他们就怎样行了 就在这一天 耶和华按照他们的军队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在以色列人中 你要把所有投生的都分别为圣归我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 凡是投生的都是我的 摩西对人民说 你们要纪念这一天 这是从埃及维奴之家出来的这一天 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把你们从这里领出来 所以 有效之物都不可以吃 你们是在雅比越这一日出来的 日后耶和华领你进到迦南人 赫人 雅摩利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之地 就是他向你的列祖启示 要赐给你的那流奶与蜜之地 那时 你要在这月守着敬拜之礼 你要吃无效饼七日 第七日 要向耶和华守节 七日之中 你要吃无效饼 在你四镜之内 不可见有发过孝之物 在你面前 也不可见有效在你那里 在那日 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 这是因为 耶和华在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为我所行的事 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 在你额上做纪念 好使耶和华的律法 常在你的口中 因为耶和华 曾用大能的手 把你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 你要年年按着定期 遵守着定律 日后 耶和华照着他向你 和你的列祖所起的事 把你领进迦南人之地 把这地赐给你之后 你要把所有投生的 奉献给耶和华 也要把你一切牲畜中 所有投生的小牲口 奉献给耶和华 公的都属耶和华 凡是投生的驴 你要用羊羔带熟 如果你不带熟 就要打断他的景象 凡是你儿子中 投生的人 你都要带熟 日后你的儿子 若是问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要回答他 耶和华 耶和华曾经用大能的手 把我们从埃及 维奴之家领出来 那时法老心力刚硬 不让我们离开 耶和华就把埃及地 所有投生的 无论是人 或是牲畜 都杀了 所以 我把所有投生的公生口 都献给耶和华为祭 但我所有投生的儿子 却都要带熟回来 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 在你的额上做头戴 因为耶和华 曾用大能的手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法老让人民离开的时候 虽然非力士的路很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 恐怕百姓看见战争 而后悔 就回埃及去 所以 神领人民绕道而行 走旷野的路到红海去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 都带着兵器 摩西带了约瑟的海骨铜去 因为约瑟曾经叫 以色列人严肃地启示说 神必定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海骨 从这里也一同带去 他们从舒哥启程 在旷野边界的一躺安营 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 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 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都不离开众民的面前 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转回过来 在比哈西路前 密夺和海之间安营 你们要在巴黎喜分前 对着巴黎喜分 靠近海边的地方安营 法老必论到以色列人的事 说 他们在这地走迷了路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他就必追赶他们 这样 我就可以在法老身上 和他的全军身上得到荣耀 埃及人就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 以色列人逃走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 对以色列人的心就改变了 他们说 我们让以色列人离开 不再服侍我们 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马车 带着他的人民一同去 并且带着六百辆特选的马车 和埃及所有的马车 每辆马车上都有马车长 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 法老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是靠着耶和华高举的手出来的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所有的马匹 战车和他的马兵与军队就在海边 靠近比哈西路 对着巴黎喜分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他们 法老走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观看 看见埃及人正追赶过来 就非常惧怕 向耶和华呼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埃及没有坟墓 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不是对你说过 不要管我们 我们要服侍埃及人这话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摩西对人民说 不要惧怕 要站着 观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施行的拯救 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必须安静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呼求呢 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要把你的杖举起来 向海伸手 把海分开 叫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 看哪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必跟着以色列人下去 这样我必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身上 以及他的马车和马兵身上得到荣耀 我在法老身上 以及他的马车和马兵身上得到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 转到他们后面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过去 立在他们后面 云柱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 云柱一边是黑暗的 一边却光照着黑夜 这样整夜彼此都不能接近 摩西向海伸手 耶和华就用极强的东风 一夜之间使海水退去 他使海变成干地 海水也分开了 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员 埃及人追赶过来 法老所有的马匹、马车和马兵 都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去 到了沉耕的时候 耶和华透过云柱火柱 向下观看埃及人的军兵 并且使埃及人的军兵大起混乱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行驶困难 因此 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 攻击埃及人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向海伸手 使水回流到埃及人身上 流到他们的战车和马兵身上 摩西就向海伸手 到了天亮的时候 海水流回原处 埃及人逆流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就把他们投在海中 海水一回流 就淹没了马车、马兵和那些 跟着以色列人下海去的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余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员 这样 耶和华就在那一天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里拯救了出来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都死在海边 以色列人看见 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显大能的手 就敬畏耶和华 又幸福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了以下这首歌 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为他高高地被高举起来 他把马匹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他是我父的神 我要尊崇他 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他把法老的马车和军兵都投在海里 法老特选的官长都沉在红海中 泼涛淹没了他们 他们好像石头坠到深海 耶和华啊 你的右手满有荣耀和能力 耶和华啊 你的右手击碎了仇敌 你以莫大的威荣毁灭了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人 你发出烈怒 把他们烧灭 像烧河街一样 你鼻孔中的气一发 海水就堆聚起来 水流直立像提拔 深渊凝结于海星 仇敌说 我要追赶 我要追上 我要均分掳物 我要在他们身上得到满足 我要拔出刀来 亲手感觉他们 你用风一吹 海就把他们淹没 他们就像千一样沉在大水之中 耶和华啊 万神之中有谁像你呢 有谁像你荣耀圣洁 可颂可畏 施行其事呢 你伸出右手 地就吞没他们 你凭着慈爱 带领了你买赎的人民 你凭着能力 引导了他们到你的圣所 万民听见就必战斗 疼痛恐惧抓住了非力士的居民 那时 以东的族长金黄 磨压的英雄被战斤抓住 所有迦南的居民都胆战心寒 恐惧战斤 临到他们身上 因着你大能的手臂 他们像石头一样 急然不动 直到你的人民过去 耶和华啊 直到你买赎的人民过去 你要把他们领进去 栽种在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啊 就是在你为自己预备的住处 住啊 就是在你守建立的圣所上 耶和华必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法老的马匹 战车和马兵 进到海中去的时候 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到他们身上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 手里拿着鼓 所有的妇女都跟着她出来 击鼓跳舞 米利安硬喝着他们说 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为她高高地被高举起来 她把马匹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摩西命以色列人从红海启程 到舒尔矿野去 他们在矿野走了三天 找不找水 后来到了马拉 马拉的水却不能喝 因为水苦 因此那地名叫马拉 人民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向耶和华呼叫 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树 他把树丢进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立了律例和典章 也在那里试验了他们 耶和华又说 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声音 行他眼中看为正的是 刹尔听他的诫命 遵守他的一切律例 这样我绝不把加在 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 加在你们身上 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 后来他们到了以林 那里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 靠近水边的地方安营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林起行 在出埃及以后第二个月十五日 来到以林和西奈中间迅的旷野那里 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都向摩西和亚伦发运言 以色列人对他们说 我们宁愿在埃及地坐在肉锅旁边 吃饭吃到饱的时候 死在耶和华的手里 你们 倒把我们领出来 倒吃旷野 是要叫这全体会众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酱给你们 人民可以出去 每天收取当天的份量 我好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 到第六天 他们把收进来的预备好 比每天收取的多一倍 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 今晚你们必定知道 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明早 你们必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吃饱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们埋怨他所说的怨言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 而是向耶和华发的 摩西对亚伦说 你要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你们走进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已经听见了你们的怨言了 亚伦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话的时候 他们向着旷野观望 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云中显现出来 耶和华 吩咐吩咐摩西说 以色列人的怨言我已经听见了 你告诉他们说 黄昏的时候你们必吃肉 早晨的时候必有食物吃饱 这样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了 到了晚上有鸩唇飞上来把银都遮盖了 到了早晨银的四周有一层露水 露水上升以后就见野地上有细小鳞状的东西 像小白霜一样细小的东西 以色列人看见了 就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 原来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摩西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食物 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的 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食量收取 按着你们的人数为帐幕里的人收取 一人两公升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有的多收 有的少收 他们用生斗衡量的时候 多收的没有剩余 少收的也不缺乏 个人按着自己的食量收取 摩西对他们说 谁也不可把一些留到早晨 他们却不听摩西的话 有人把一些留到早晨就生虫发臭了 摩西就向他们发怒 他们每天早晨都按着个人的食量去收取 太阳一发热就融化了 到第六日 他们收取了两倍的食物 每人四公升 会众的首领都来告诉摩西 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明天是安息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 你们要烤的就烤吧 要煮的就煮吧 所有剩余的要自己保存着 只留到早晨 他们就照着摩西吩咐的 把剩余的留到早晨 竟然不发臭 里头也没有生虫 摩西说 今天吃这个吧 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今日你们在田野里必找不着 六天你们可以收取 但第七天是安息日 在那一天什么都没有了 第七天 民间有人出去收取 可是什么也找不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拒绝遵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 耶和华把安息日赐给了你们 所以第六日 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 你们个人要住在家里 谁都不可离开自己的地方 于是人民在第七天都安息了 以色列家给这食物起名叫玛拿 它像圆衰的种子 色白 味道像柴蜜的薄饼 摩西说 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 要把满两公升的玛拿 保留起来给你们的后代 好让他们可以看见当日 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 在旷野给你们吃的食物 摩西对亚伦说 拿一个罐子来 装满两公升玛拿 存放在耶和华面前 保留起来给你们的后代 亚伦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把玛拿存留在法柜前 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 直到进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为止 他们吃玛拿直到进入迦南地的边界为止 两公升就是当时的标准凉器的十分之一 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一战一战从迅的旷野启程 在利菲定安营 在那里人民没有水喝 因此人民与摩西争吵 说 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 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人民在那里渴望得水喝 就向摩西发愿言说 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 以及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呢 摩西向耶和华呼求说 我要怎样对待这人民呢 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我了 耶和华回答摩西 你要到人民的面前 要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和你一起 手里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看啊 我必在河列山那里的磐石上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 使人民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萨 又叫米利巴 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吵 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 那时 亚玛利人来了 在利菲定和以色列人争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争战 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 手里拿着神的杖 于是 约书亚照着摩西吩咐他的行了 却和亚玛利人争战 摩西 亚伦和护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举起手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把手放下来的时候 亚玛利人就得胜 可是 摩西的两手疲乏了 他们就搬块石头来 放在摩西下面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和护尔一边一个 扶着摩西的两手 这样 他的两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用刀打败了亚玛利王 和他的人民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完全抹掉 你要把话写在书上 做纪念 也要告诉约书亚 摩西筑了一座祭坛 给他起名叫 耶和华尼西 摩西又说 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 耶和华必世世代代 和亚玛利人争战 出埃及记 第十八章 摩西的岳父 拟殿祭司 叶特罗 听见了神为摩西 和他自己的人民 以色列所行的一切 就是耶和华 怎样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他就带着摩西的妻子 希波拉 摩西从前送了他回去 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格顺 因为摩西说 我在异地做了客旅 一个名叫以利以谢 因为他说 我父亲的神是我的帮助 就我脱离了法老的刀 摩西的岳父 耶特罗和摩西的妻子 与两个儿子 来到旷野摩西那里 就是到神的山 摩西安营的地方 耶特罗叫人告诉摩西说 你的岳父 耶特罗来见你 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也一同来了 摩西出来迎接他的岳父 向他下拜 与他亲嘴 彼此问候 然后一起进了帐篷 摩西把耶和华 为以色列的缘故 向法老和埃及人 所做的一切 以及路上遭遇的一切困难 并且耶和华 怎样拯救他们 都向他的岳父述说 耶特罗 耶特罗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美事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就非常喜乐 耶特罗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拯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和法老的手 他也把这人民 从埃及人的手下拯救出来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为至大 超乎万神之上 因为这在埃及人 以狂傲的态度 对以色列人的事上 已经证明了 摩西的岳父 耶特罗 把凡祭和几样祭品 拿来献给神 亚伦和所有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神面前 与摩西的岳父一同吃饭 次日 摩西坐着审判人民的案件 人民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身旁 摩西的岳父看见了摩西向人民所行的一切 就说 你向人民做的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独自做着审判 所有的人民却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身旁呢 摩西回答他岳父 因为人民到我这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件的时候 就到我这里来 我就在双方之间施行审判 使他们认识神的条例和律法 摩西的岳父对摩西说 你这样做不好 你必疲乏不堪 不但你自己 连与你在一起的人民 也必疲乏不堪 因为这事太重 你不能独自一人去做 现在 你要听我的话 我要给你出个主意 愿神与你同在 你要代替人民到神面前 把他们的事件带到神那里 又要把规律和律法教导他们 使他们知道他们当走的路 应做的事 你要从人民中间选出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神 忠实可信 恨恶不义之才的人 设立他们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去管理人民 使他们随时可以审判人民的案件 所有大事件 他们要带到你这里来 所有小事件 他们可以自己审判 这样 你就清省些 他们也可以和你一同分担此事 你若是这样行 神也这样吩咐你 你就能站立得住 所有的人民 也都能平平安安地 归回自己的地方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 照着他所说的行了 摩西从全体以色列人中 选出了有才能的人 立他们做人民的首领 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人民的案件 有困难的事件 他们就带到摩西那里 所有小事件 由他们自己审判 后来 摩西给他的岳父送行 他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出埃及记 第十九章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他们从利菲定起行 来到西奈的旷野 就在旷野安营 以色列人在那座山前安了营 摩西上到神那里去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吩咐以色列人说 我像埃及人所行的 你们都看见了 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 把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领你们到我这里来 现在 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你们就必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产业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做君尊的祭司 和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都要对以色列人说 摩西去把人民的长老召了来 把耶和华吩咐他的这一切话 都摆在他们面前 人民都一致地回答说 凡是耶和华吩咐的 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就去把人民的话 回复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我要在密云中降临到你那里 我要使人民 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信你 于是 摩西把人民的话 告诉了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到人民那里去 要他们今天 明天分别为圣 又要他们洗净自己的衣服 第三天 他们要准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 耶和华要在全体人民眼前 降临在西奈山 你要在山的周围 给人民定界线 说 你们要谨慎 不可上山来 也不可触摸山脚 凡是触摸着那山的 必要把它处死 不可用手触摸它 必须用石头把它打死 或用剑射透 无论是牲畜 是人 都不得生存 当号角声 托长的时候 你们才可以上到山上来 摩西从山上下来到人民那里去 使人民分别为圣 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洗净了 他对人民说 第三天 你们要预备好了 不可亲近女人 到了第三天早晨的时候 山上有雷声 闪电和密云 并且脚声非常强大 以致所有在营中的人民都战斗 摩西率领人民出营 去迎接神 他们都站在山下 西奈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到山上 山的烟向上升 好像火摇的烟一样 全山猛烈震动 脚声越来越大 到到极点的时候 摩西就说话 神用雷声回答摩西 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上 就是降临到山顶上 耶和华呼召摩西上山顶 他就上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下去警告人民 不可闯过来 到我这里观看 免得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灭亡 又叫那些亲近耶和华的祭司 分别为圣 恐怕耶和华忽然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 人民不能上西奈山 因为你曾经警告我们 说 要给山定界线 也要把山分别为圣 耶和华对他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一起再上来 只是祭司和人民都不可闯过来 上到我这里 恐怕我忽然击杀他们 于是 摩西下的人民那里 告诉他们 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 神吩咐以下这一切话 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经把你从埃及地 从维奴之家领出来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做偶像 也不可做天上 地下和地底下 水中各物的形象 不可跪拜他们 也不可侍奉他们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恶我的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从父亲到儿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 和遵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施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 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要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工作 但第七日 是耶和华 你的神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你的仆悲 和牲畜 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 不可做任何的工 因为耶和华 在六日之内造天地 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 就歇息了 所以 耶和华赐福安息日 定为圣日 要孝敬父母 使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得享长寿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政贡 陷害你的灵社 不可贪爱你灵社的房屋 不可贪爱你灵社的妻子 仆悲 牛驴 和她的任何东西 全体人民都看见 打雷 闪电 叫声 和冒着烟的山 人民看见了 就战斗 远远地站着 他们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吧 我们必定听你的话 不可让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回答人民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常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于是 人民远远地站着 摩西却走进神 所在的幽暗之中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亲自看见我 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做银的神像 和金的神像 和我相比 你们绝不可 为自己做这些神像 你要为我逐一座土坛 把你的梵祭 平安祭 和牛羊献在坛上 在我使人纪念 我名的地方 我都必到你那里去赐福你 你若是为我筑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过的石头来建筑 因为你在石头上一动用工具 就把坛污秽了 你上我的坛 不可用梯极 免得在坛上露出你的下体来 出埃及记 第21章 你要在众民面前 定立的点章是这样的 如果你买西伯来人做奴仆 他要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 他可以自由出去 不必补偿什么 他若是单身来 就可以单身出去 他若是有妇之夫 他的妻子就可以和他同去 他的主人若是给他妻子 妻子又给他生了儿女 那么妻子和儿女都要归给主人 他自己要单独出去 如果那奴仆明明说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的主人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 又要把他带到门前 或是门柱旁 他的主人要用锥子刺穿他的耳朵 他就要永远服侍他的主人 如果有人把女儿卖作卑女 卑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 如果主人选定他归自己 以后又不喜欢他 就要准他赎身 主人没有权利可以把他卖给外族人 因为主人曾经欺骗了他 如果主人选定他归自己的儿子 就必须照着带女儿的规矩带他 如果他另娶一个妻子 那么对他的饮食衣着和性的需要 仍然不可减少 如果他不像他行这三样 他就可以自由出去 不必补偿什么 打人以至把人打死的 必要把那人处死 人若不是蓄意杀人 而是神交在他手中的 我就给你设立一个地方 他可以逃到那里去 若有人任意带他的灵舍 用诡计把他杀了 你要把他从我的祭坛那里拿去处死 打父母的 必要把那人处死 拐带人口的 无论是把人卖了 或是还留在他手中 必要把那人处死 咒骂父母的 必要把那人处死 如果人彼此争论 一个用石头或拳头打另一个 但他还没有死 不过要躺在床上 以后他若是能起来 能扶杖出外行走 那打他的就可算无罪 但要赔偿他停工的损失 并且要把他完全医好 如果有人用棍打他的奴仆或卑女 以至于死在他的手下 他必须受刑罚 但如果他还活一两天 那人就不必受刑罚 因为那奴仆是他的财产 如果人彼此争斗 急伤了怀孕的妇人 以致流产 但没有别的损害 那伤害他的 必须按照妇人的丈夫要求的 和照着审判官断定的 缴纳罚款 如果有别的损害 你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涝还涝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如果有人 急打他奴仆的一只眼 或卑女的一只眼 把眼打坏了 就要因他的眼的缘故 让他自由离去 如果有人 打落了他奴仆的一只牙 或卑女的一只牙 就要因他的牙的缘故 让他自由离去 如果牛处了男人或女人 以致死亡 那牛必须用石头打死 只是不可吃牛的肉 牛的主人 却不必受刑罚 如果那牛以前常常处人 牛主也曾经受过警告 他仍然不把牛拴好 以致处死了男人或是女人 就要用石头 把那牛打死 牛主也必要处死 如果给他提出赎金 他就必须照着提出的数量 全数缴付赎命金 牛无论处了人的儿子 或是处了人的女儿 都必须照着这定例办理 如果牛处了人的奴仆 或是卑女 必须把三百四十克银子 给他的主人 那牛也必须用石头打死 如果有人把井敞开 或是有人挖了井 而不把井口遮盖 以致有牛或驴掉进里面 井主要赔偿 要把银子还给牛主或驴主 死的牲畜可以归自己 如果有人的牛 伤了他灵舍的牛 已致死亡 他们要把活牛卖了 平分银子 也要平分死牛 如果人知道那牛 以前常常处人 牛主竟不把牛拴好 他必须赔偿 以牛还牛 死的可以归自己 出埃及记 第二十二章 如果人偷了牛或是羊 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 他必须赔偿 以五牛还一牛 以四羊还一羊 窃贼挖窟窿入屋的时候 如果被人发现 把他打了 以致打死 打死人的 就没有留人血的罪 如果太阳出来了 他就有留人血的罪 窃贼必须赔偿 如果他一无所有 就要卖身 还他所偷之物 所偷之物 无论是牛 是驴 或是羊 如果发现在他手中仍然活着 他必须双倍偿还 如果有人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吃草 任由牲畜到别人的田里去吃草 就必须拿自己田间最好的或自己葡萄园中最好的赔偿 如果火烧起来 烧着了荆棘 以致把别人堆积的河捆 树立的庄稼或是田园都烧尽了 那点火的必须赔偿 如果人把银子或家中物件交给灵社看守 这些东西从那人的家被偷去 如果把窃贼抓到了 窃贼就要双倍偿还 如果找不到窃贼 那家主必要到审判官那里 查明他有没有下手拿去灵社的财物 任何征送的案件 无论是为了牛、驴、羊、衣服 或是什么遗失了的东西 如果一方说 这是我的 这样双方的案件就要带到审判官面前 审判官定谁有罪 谁就要双倍偿还给他的灵社 如果人把驴、牛、羊 或是任何牲畜交给灵社看守 牲畜死亡、受伤 或是被赶去 又没有人看见 两人必须在耶和华面前启示 表明他没有下手拿去灵社的财物 如果物主接受那誓言 看守的人就不必赔偿 如果牲畜真的从看守的人那里被偷去 他就要赔偿给物主 如果真的被野兽撕碎了 看守的人就要把被撕碎的带来做证据 这样他就不必赔偿 如果人向灵社借什么 所借的 无论是受了伤或是死了 物主不在场 借的人就必须偿还 如果物主在场 他就不必偿还 若是雇来的 也不必偿还 因为他为雇驾来的 如果人引诱还没有许配人的处女 与他同情 他必须交出聘礼 娶她为妻 如果处女的父亲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他 他就要按照处女的聘礼 交出聘银来 不可让行巫术的女人活着 凡与牲畜同情的 那人必须处死 除了独一的耶和华以外 还献祭给别神的 那人必须灭绝 不可欺负寄居的 也不可压迫他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不可苦待任何孤儿寡妇 如果你们真的苦待他们 他们一向我呼求 我必定听他们的呼求 并且我要发怒 用刀杀死你们 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 你们的儿女成为孤儿 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 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 你对待他们 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 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如果你拿了邻居的衣服做抵押 必须在日落之前归还给他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 是他避体的衣服 如果没有了他 他拿什么睡觉呢 如果他向我呼求 我必应允 因为我是蛮有恩惠的 不可咒骂神 也不可咒诅你人民的领袖 要把你丰收的五谷和出炸的新酒献上 不可迟延 要把你投生的儿子献给我 对于牛羊投生的 你也要这样做 七天之内可以和母的在一起 第八天就要把他献给我 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人 因此田间被野兽撕碎的肉 你们不可以吃 要把他丢给狗吃 《出埃及记》第23章 不可传播谣言 也不可与恶人携手做假见证 不可随众行恶 不可在诉讼的事上 随众说歪曲正义的话 也不可在诉讼的事上 偏护穷人 如果你遇见你仇敌的牛 或是驴走迷了路 就应该把他牵回来给他 如果你看见恨你的人的驴 浮在重担之下 不可走开不理它 你应该与驴主一同卸下重担 不可在穷人诉讼的事上 歪曲正义 要远离虚假的事 不可杀无辜和正义的人 因为我绝不以恶人为义人 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使驴眼人变瞎 又能歪曲一人的话 不可压迫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寄居的 知道寄居者的心情 六年之内 你要耕种田地 收取地的出产 但是第七年 你要让地歇息 不耕不种 使你民间的穷人 可以有吃的 他们吃剩的 田间的野兽可以吃 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 也要这样做 六日之内 你要做你的工 但第七日 你要安息 好使你的牛和驴 可以歇息 并且使你悲女的儿子 和寄居的 也可以有时间喘息一下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你们都要小心谨守 你们不可提别神的名 也不可让人 从你的口中听到 每年三次 你要为我守节 你要守无效节 要照我吩咐的 在雅比月内 所定的日期 吃无效饼七天 因为你是在这个月 从埃及出来的 你们不可空手朝见我 又要守收割节 就是收在田间 你劳碌耕种 所得出熟之物的节 也要在年底 守收藏节 就是在田间 收集你劳碌 所得之物的时候 一年三次 你所有的男丁 都要朝见主耶和华的面 你不可把我寄生的血 和有效的饼 一同献上 也不可把我节日寄生的纸油 留过夜到早晨 要把你地上 最盛好的出熟之物 带到耶和华 你神的殿中 不可用山羊糕 母的奶 去煮山羊糕 看哪 我在你面前 拆派使者 好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预备的地方去 你们在他面前 要谨慎 要听他的话 不可违背他 不然 他必不赦免 你们的过犯 因为他是奉我的名来的 如果你实在听他的话 遵行我吩咐的一切 我就要做你仇敌的仇敌 做你敌人的敌人 我的使者 必在你前面走 领你到 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迦南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那里去 我要把他们除掉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像 也不可侍奉他们 不可做他们所做的 不可模仿他们的行为 却要把神像完全拆毁 打碎他们的柱像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就必赐福你的粮和你的水 我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在你的境内 必没有流产和不遇的妇女 我必使你一生的兽数满足 我必在你面前 展露我的威严 凡你所到的地方 我必使那里的人民慌乱 又使你所有的仇敌 都转备而逃 我必在你面前 打发大黄蜂 把西魏人 迦南人 赫人 都从你面前驱逐出去 我不在一年之内 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 恐怕这地变为荒凉 又恐怕田野间的走兽 多起来害你 我要渐渐地 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 等到你的人数增多起来 承受那地为止 我要限定你的境界 从红海直到菲利士海 从旷野直到大河 我要把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 你要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 不可与他们和他们的神立约 不可让他们住在你的境内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如果你侍奉他们的神 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出埃及记 第24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上到耶和华这里来 你自己 亚伦 拿达 雅比户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来 你们要远远下拜 只有摩西一人可以走进耶和华 他们却不可以亲近 人民也不可和摩西一同上来 摩西下来 把耶和华的一切话和一切点章都向人民讲述 人民都同声回答说 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把耶和华的一切话都记下了 清早起来 在山下筑了一座祭坛 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 又派了以色列人中的青年人去献凡祭 又向耶和华杀牛献为平安祭 摩西取了一半的血 盛在盆中 又取了另一半的血 撒在祭坛上 他又把约书拿过来 念给人民听 他们说 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 我们都必遵行和听从 摩西就取了血来 撒在人民的身上 说 看呐 这是立约的血 这约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话 与你们立的 随后摩西 亚伦 拿达 雅比户 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 在神的脚下 有好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 好像天色一般明亮 他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人中的险棍 他们看见神 并且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 要住在这里 我要把石板 就是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导人民 于是摩西和他的侍从约书亚起来 摩西就上到神的山那里去了 但摩西对长老说 你们要在这里等候我们 直到我们再回到你们那里来 看啊 这里有亚伦和护尔 与你们在一起 谁有诉讼的案件 都可以到他们那里去 摩西上到山上 有云彩把山遮盖着 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奈山上 云彩把山遮盖了六天 第七天 耶和华从云彩中呼唤摩西 耶和华荣耀的景象 在以色列人眼前 好像在山顶上出现烈火 摩西进入云彩中 上到山上去 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 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民 叫他们给我送礼物来 所有心里乐意奉献的人 你们就可以收下 他们给我的礼物 以下是你们要从 他们收取的礼物 金 银 铜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细麻 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 海狗皮 造甲木 灯油 高油的香料 和焚香用的香料 绿柱玉宝石 和相看在乙福德和胸牌上的宝石 他们要为我建造圣索 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 按照我指示你建造会幕 和一切器具的样式 你们要照样建造 他们要用造甲木做一个柜 长110公分 宽66公分 高66公分 你要用纯金包柜 内外都要包上 柜上的四围要做金边 你要铸造四个金环 安放在柜的四角上 两个环在这边 两个环在那边 你要用造甲木做几根柜杠 并要用金包裹起来 你要把柜杠穿在柜旁的环中 以便用杠 以便用杠抬柜 柜杠要长留在柜的环中 不可抽出环外 你要把我赐给你的法板 你要把柜杠穿在柜 你要用纯金做施恩座 长110公分 宽66公分 你要用黄金垂成两个基路膊 放在施恩座的两端 这端做个基路膊 那端做个基路膊 二基路膊要与施恩座连在一起制造 在施恩座的两端 二基路膊要在上面展开双翼 遮掩施恩座 基路膊的脸要彼此相对 他们的脸要朝着施恩座 你要把施恩座安放在柜顶 又要把我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 我要在那里和你相会 也要从施恩座上面 从二基路膊之间 告诉你一切我命令你 传给以色列人的事 你要用造夹木做一张桌子 长88公分 宽44公分 高66公分 你要用纯金包桌子 桌子的四围要做金边 你要给桌子的四围 做75公里宽的框边 框边上的四围要做金边 你要做四个金环 把金环安放在桌子的四角上 就是在桌子的四角上 环子要靠近框边 用来穿桌杠 以便抬桌子 你要用造夹木做几根桌杠 又要用金包裹起来 桌子要用桌杠来抬 你要做桌子上的盘子 碟子 酒杯和电酒用的瓶 这些你要用纯金制造 你又要在桌子上 在我面前 常常摆放陈设柄 你要用纯金做一个灯台 那灯台 你要用锤锤成 灯台的坐、干、杯、球、花 都要与灯台连在一起 灯台的两边伸出六个枝子 一边有三个灯台枝子 另一边也有三个灯台枝子 在第一个枝子上有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 在另外一个枝子也有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 从灯台伸出的六个枝子都是这样 灯台上有四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 每两个枝子的下面 有球和灯台相连 从灯台伸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这样 球和枝子都要与灯台连在一起 都是从一块纯金锤成的 你要做灯台上的七个灯盏 这些灯盏要放在灯台之上 使灯光照亮对面的地方 灯台上的灯茧和灯花盆 也是要纯金做的 要用三十五公斤纯金做灯台和一切器具 你要留心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 出埃及记第二十六章 你要用十幅曼子来做会幕 曼子要用碾的细码 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做成 并要用巧弓绣上基禄薄 每幅曼子要长十二公尺 宽两公尺 每幅曼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其中五幅曼子要彼此相连 另外五幅曼子也要彼此相连 其中一组相连的曼子 最后一幅的边上 你要做蓝色的钮扣 在另一组相连的曼子 最后一幅的边上 你也要这样做 在这幅曼子上 你要做五十个钮扣 在另一组曼子最后一幅的边上 你也要做五十个钮扣 这些钮扣要彼此相对 你要做五十个金钩 又要用钩使曼子相连起来 成为一整个会幕 你要用山羊毛做曼子 做会幕上面的帐篷 你要做十一幅曼子 每幅曼子要长十三公尺 宽两公尺 十一幅曼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你要把五幅曼子连在一起 又把另外六幅曼子连在一起 你要在帐篷前面 把第六幅曼子折叠起来 在这一组相连的曼子最后一幅的边上 你要做五十个钮扣 在另一组相连的曼子最后一幅的边上 也要做五十个钮扣 你又要做五十个铜钩 把钩穿进钮扣中 使帐篷连起来 成为一整个帐篷 帐篷的曼子多出的那部分 即垂下来的半幅曼子 要垂在会幕的后面 帐篷曼子多出的长度 要这边五十公分 那边五十公分 并且要在会幕的两边遮盖会幕 你又要用展红的公羊皮 做帐篷的顶盖 在上面再盖上海狗皮 你要用造甲木做会幕的树板 每块板要长四公尺 宽六十六公分 每块木板要有两个损头 彼此连接 会幕的一切木板 你都要这样做 你要给会幕做木板 给南边就是向南的一面 做二十块木板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 你要做四十个银插座 每块木板底下 有两个插座连接它的两个损头 你也要给会幕的另一边 就是北面 做二十块木板 和四十个银插座 这块木板底下 有两个插座 那块木板底下 也有两个插座 给会幕的后面 就是西面 你要做六块木板 在会幕后面的两脚上 你要做两块木板 木板的下节 是要双的 一直连到上面的第一环那里 都是要双的 两块都要这样做 要成为两只脚 所以要有八块木板 和十六个银插座 这块木板底下 有两个插座 那块木板底下 也有两个插座 你要用造甲木 做横栓 为会幕这边的木板 做五个横栓 为会幕那边的木板 也做五个横栓 有位会幕的后边 及西边的木板 也做五个横栓 木板中部的中栓 要从这一端通到那一端 木板要包金 你也要做板上的金环 用来穿上横栓 横栓也要包金 你要照着在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 立起会幕 你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做漫木 并且 要用巧弓 绣上基禄帛 你要把漫木 挂在四根包金的 造甲木柱子上 柱上有金钩 柱角 安在四个银插座上 你要把漫木 挂在钩子上 把法柜 抬进漫木里面 这漫木 要给你们 把圣所和至圣所 分开 你要把施恩座 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 你要把桌子 放在漫木外 把灯台 放在绘幕的南边 与桌子相对 把桌子 安在北面 你要给帐幕的门口 做块帘子 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编织而成 你又要用造甲木 为帘子 做五根柱子 柱子 要包金 柱上有金钩 你也要为柱角 铸造五个铜插座 出埃及记 第27章 你要用造甲木 做祭坛 这坛要四方的 长两公尺 两公寸 宽 两公尺 两公寸 高 一公尺 三公寸 要在祭坛的四拐角 做四个角 角要与祭坛连在一起 祭坛要包上铜 要做盆 用来收去祭坛上的灰 又要做铲 盘 肉叉 和火顶 祭坛上的一切器具 你都要用铜来做 要为坛 做一个铜网 网的四拐角上 要做四个铜环 要把网 安在祭坛下面的 围腰板之下 使网从下面 直达到祭坛的半腰 又要为祭坛做杠 就是造甲木的杠 要包上铜 杠要穿在祭坛的环子里 抬祭坛的时候 杠就在祭坛的两边 你要用木板做祭坛 祭坛是空心的 你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去做 你要做会墓的院子 在南面 即向南的一面 要用碾的细麻 为院子做围蔓 每边长四十四公尺 围蔓的柱子要二十根 同插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横子都是银的 北面也是一样 要有四十四公尺长的围蔓 围蔓的柱子二十根 同插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横子都是银的 院子的西面也要有围蔓 宽二十二公尺 围蔓的柱子十根 插座十个 院子的东面要有二十二公尺宽 门一面的围蔓要六公尺六公寸 围蔓的柱子三根 插座三个 门另一面的围蔓也要六公尺六公寸 围蔓的柱子三根 插座三个 院子的大门要有门帘 长九公尺 使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 用刺绣的手工织成 柱子四根 插座四根 院子周围一切柱子都要用银横子相连起来 柱子上的钩子是银的 插座是铜的 院子要长四十四公尺 宽二十二公尺 高两公尺两公寸 围蔓是细麻碾的 插座是铜的 会幕中为礼拜用的一切器具和钉子 以及院子里的一切钉子都是铜的 你要吩咐以色列民把打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 是为点灯用的 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帽子外 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晨 要常在耶和华面前料理这灯 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力 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重子 就是亚伦和他的重子 拿达、亚比户、以利亚萨、以他玛 都一同来到你面前做侍奉我的祭司 你要为你哥哥亚伦做圣衣 使他有荣耀、有华美 你又要吩咐所有心中有智慧的 就是我用智慧的灵充满的 给亚伦做衣服 使他成圣、做侍奉我的祭司 这些就是他们要做的衣服 胸牌、以伏德、肠外袍、杂色内袍、礼罐、腰带 他们要为你哥哥亚伦和他的重子做圣衣 使他们做侍奉我的祭司 他们要拿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细麻去做 他们要拿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 用巧弓来做以伏德 以伏德要有两条肩带 连接着两端 好使它相连在一起 以伏德上面的袋子 它的巧弓要和以伏德一样 用来竖上以伏德 要用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做成 你要取两块红宝石 把以色列重子的名字刻在上面 六个名字在一块宝石上 其余六个名字在另一块宝石上 都是照着它们出生的次序 好像宝石雕刻匠刻印章一样 你要把以色列重子的名字刻在这两块宝石上 要把它们相看在金槽中 你要把这两块宝石安放在以伏德的肩带上 做以色列名的纪念石 亚伦在耶和华面前用两间担当他们的名字作为纪念 你要做金槽和两条纯金的链子 像做绳子一样拧成 把这像绳子一样的链子放置在二槽上 你要用巧弓做一个做判断用的胸牌 像以伏德的做法一样 要用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做成 胸牌要四方的 双层的 长22公分 宽22公分 你要在胸牌上面 箱上四行宝石 第一行是红宝石 黄玉、翡翠 第二行是紫宝石、蓝宝石、金刚石 第三行是黄玛瑙、白玛瑙、紫金 第四行是水仓玉、红玛瑙、碧玉 这些宝石都是镶在金槽里 按着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这些宝石要有十二块 按着他们的名字刻印章 按他们的名字各代表十二个支派 你要在胸牌上做纯金的链子 像做绳子一样拧成 你要在胸牌上做两个金环 把这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端之上 你要把那两条金链子 穿在胸牌两端的两个环子里 你又要把那两条链子的另两端 接在两槽上 连在以伏德前面的肩带上 你又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下边的两端 就是靠近以伏德里面的边缘上 你又要做两个金环 把它们安在以伏德前面 两条肩带的下面 靠近相接的地方 在以伏德巧弓织成的带子上面 你要用紫蓝色细线 把胸牌的环子 系在以伏德的环子上 使胸牌贴在以伏德巧弓织成的带子上 免得胸牌从以伏德上脱下来 亚伦进入圣所的时候 在肩带的肩带的肩带 全剑要紫蓝色 在肩带的正中 头部的地方要有一个领口 领口的周围要有领边 是用纺织的细工织成 如同站袍的领口一样 免得肩带破裂 在肩带下摆的周围 你要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做石榴 在肩带下摆周围的石榴中间 要坠上精灵 在肩带下摆的周围坠上一个精灵 一个石榴 一个精灵 一个石榴 肩带要穿在亚伦的身上好做侍奉 他进入圣所到耶和华面前 以及出来的时候 他的声音必被听见 免得他死亡 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子 在牌上像刻印章般刻着 归耶和华为圣 你要用一条紫蓝色细线 把牌子细住 好使它安在礼罐上 就是在礼罐的前面 这牌要在亚伦的额上 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的罪过 这些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礼物上分别为圣的 这牌要藏在亚伦的额上 好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可以得蒙悦纳 你要用细麻线编织杂色内袍 用细麻布做礼罐 又用刺绣的手工做腰带 你也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 为他们做腰带 又为他们做头巾 使他们有荣耀 有华美 你要把这些 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穿上 又要高抹他们 按立他们 把他们分别为圣 好使他们可以做我的祭司 你要给他们做白麻布裤子 遮盖裸体 裤子遮盖腰间直到大腿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 或走进祭坛 在圣所里侍奉的时候 都必须穿上裤子 免得他们担当罪过而死 这要给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条例 出埃及记第29章 你要把他们分别为圣 使他们做我的祭司 就必须这样做 取一头小公牛和两只没有残疾的公民羊 以及无效饼 调油的无效饼和抹油的无效薄饼 这些你都要用细麦面来做 你要把这些饼放在篮子里 用篮子把饼带来献上 又把小公牛和两只绵羊牵来 你要把亚伦和他儿子们带到会幕门口 用水给他们洗身 你要拿衣服来 给亚伦穿上杂色内袍 以福德的长外袍 以福德和胸牌 又束上巧公之城的以福德的袋子 你要把礼罐戴在他头上 又把圣罐放在礼罐上 你要把高油拿来 倒在他头上 高利他 你也要把他的儿子带来 给他们穿上杂色内袍 要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 包上头巾 这样 他们就按永远的定力 得了祭司的职份 你又要把亚伦和他儿子们分别为圣 你要把公牛带到会幕来献上 亚伦和他儿子们 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门口 宰杀那公牛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你的指头抹在祭坛的脚上 把其余的血都倒在祭坛脚前 你要把一切遮盖内脏的纸油 干液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 都取出来 把它们焚烧在祭坛上 至于公牛的肉 皮和粪 你都要在营外用火焚化 因为这是赎罪计 你要把一只公绵羊牵来 亚伦和他儿子们 要按手在这公绵羊的头上 你要再杀这公绵羊 取些羊血 洒在祭坛的周围 你要把公绵羊切成筷子 再把内脏和羊腿洗净 放在肉块和羊头上面 你要把整只公绵羊焚烧在祭坛上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凡计 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计 你要把另一只公绵羊也牵来 亚伦和他儿子们 要按手在这公绵羊的头上 你要再杀这公绵羊 取些血 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 以及他儿子们的右耳垂上 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 和他们右脚的大拇指上 并且要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 你要从坛上取一点血 也取一点膏油 坛在亚伦身上和他的衣服上 并且要坛在他儿子的身上 和他们的衣服上 这样 他和他的衣服 他儿子和他们的衣服 就都一同成圣 你要从这公绵羊身上 取出纸油和肥尾巴 遮盖内脏的脂油和肝叶 两个腰子 和腰子上的脂油 以及右腿 因为这是受圣职的时候 所要献的公绵羊 你要从摆在耶和华面前 在无效饼的篮子里 取一个圆饼 一个油饼 和一个薄饼 你要把这一切 都放在亚伦和他儿子的手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 把他们摇动做摇祭 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向着祭坛把这些东西烧在繁祭之上 在耶和华面前做新香之气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你要取亚伦受圣职的时候 所献的公绵羊的胸 在耶和华面前把他摇动做摇祭 这就是你的份 那座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 你都要使他们成圣 就是亚伦和他儿子受圣职的时候 所献的公绵羊 被摇过被举过的部分 这要作为亚伦和他儿子们 从以色列人所得的份 作为永远的定力 因为这是举祭 这举祭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分别出来 归给耶和华做举祭 亚伦的圣衣要传给他的子孙 要穿着瘦膏 也要穿着受圣职 亚伦的子孙中 凡是接替他做祭司的 每逢进入会幕 在圣所里侍奉的时候 都要穿圣衣七天 你要把受圣职的时候 所献的公绵羊取来 在圣洁的地方烧他的肉 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在会幕的门口 吃着公绵羊的肉和篮子里的饼 他们要吃那些用来赎罪的东西 好使他们可以接受圣职 可以成圣 只是外人不可吃 因为这些东西是圣物 受圣职的时候所献的肉和饼 如果有一点留到早晨 你要把留下的用火烧了 不可吃 因为这是圣物 这样 你要照我吩咐你的 向亚伦和他的儿子 行接受圣职的礼七天 你要每天献公牛一头 做赎罪祭 用来赎罪 你为祭坛行赎罪祭的时候 你要洁净祭坛 而且你要用高抹祭坛 使祭坛成圣 你要为祭坛行赎罪祭七天 也要使他成圣 这样祭坛就成为至圣 一切触着祭坛的东西 都要成圣 这就是你要献在祭坛上的 每天两只一碎的羊羔 第一只羊 你要在早晨献上 第二只 在傍晚的时候献上 和这一只羊同献的 要用一公斤细面 与一公升榨成的油混合 又要用一公升酒 做电剂 那另一只羊 你要在傍晚的时候献上 照着早晨的宿祭 和祂的奠祭一样办理 做新香之气 做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这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长献的凡祭 献在会幕的门口 耶和华的面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 在那里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 会幕就会因我的荣耀 被尊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祭坛成圣 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 做祭司侍奉我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我也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就是从埃及地 把他们领出来的 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出埃及记第三十章 你要做一座烧香的坛 你要用造甲木做这座坛 坛要四方的 长四十五公分 宽四十五公分 高九十公分 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在一起 你要用纯金把坛包裹 坛顶 坛的四边和坛的四角都要包裹 你要给坛的四围做金牙边 在坛的两旁金牙边以下 你要做两个金环 两边都有 用来穿木杠的地方 以便抬坛 你要用造甲木做木杠 要用金把他们包裹 你要把坛放在法柜前面的漫木前 面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要在坛上烧香料做得香 每天早晨整理灯的时候 要烧着香 傍晚亚伦点灯的时候 也要烧着香 在耶和华面前做你们世世代代不断的香 在这坛上 你们不可献上烦香 烦祭 宿祭 也不可在这坛上浇电祭 亚伦每年一次 要在坛的四角上行赎罪礼 每一次 他都要用赎罪祭生的血 在坛上行赎罪礼 你们世世代代都要这样行 这坛要归耶和华为至圣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照着以色列人被鼠点的树木登记人数 你鼠点的时候 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性命 把鼠价归给耶和华 免得你鼠点的时候 他们中间有灾病 以下就是他们当缴纳的 凡是属于那些被鼠点的人的 每人要照着圣索的标准 献银子六克 这六克银子是归给耶和华的礼物 这重量是圣索用的标准重量 凡是属于那些被鼠点的人 自二十岁以上的 要把礼物献给耶和华 富有的人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 个人要那六克银子 做礼物献给耶和华 好为你们的性命做赎架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取这赎银 指定做会目侍奉的使用 好使他在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做个纪念 也赎回你们的性命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做一个铜盆和一个铜座 用来洗灼 你要把盆放在会幕和祭坛之间 并且要把水放在盆中 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在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的时候 或是走进祭坛敬拜 给耶和华焚烧火祭的时候 都要用水洗浊 免得死亡 他们要洗手洗脚 免得死亡 这要做他们永远的定力 就是做亚伦和他的后裔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取最上等的香料 就是流值的墨药六公升 香玉柜是墨药的一半 就是三公斤 香昌谱三公斤 玉柜皮六公斤 都要按着圣索的标准重量 有橄榄油四公斤 你要把这些材料制成圣膏油 就是照着香膏配置师的方法 配置成的香膏 是要作为圣膏油的 你要用这膏油 抹绘木和法柜 桌子和桌子的所有器具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 以及香坛 凡祭坛和坛上的所有器具 盆和盆座 你要使他们成圣 使他们成为至圣 凡是触着他们的 都要成圣 你也要高抹亚伦和他的儿子 好使他们成圣 做我的祭司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世世代代要把这油 归我为圣膏油 不可倒在常人的身上 也不可照着这配置的分量 置相似的膏油 这膏油是圣的 你们也要以它为圣 无论谁配置相似的膏油 或把这膏油抹在外人的身上 这人就一定要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取分方的香料 就是苏和香 香定 白松香 这分方的香料和纯净的乳香 各样都要分量相等 你要照着香膏配置师的方法 用这些加上盐调和 制成香 是清净圣洁的 你要取一部分香 把它严成碎末 放在会墓里法柜前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所制的香 你们不可按着它的分量 为自己配置 你要以这香为圣 归给耶和华 无论谁制香和这香相似 为要闻香的味道的 这人就一定要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 出埃及记第31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哪 犹大支派中护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 比萨列 我已经提名照他 我也用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有能力做各样的手工 可以设计巧工 可以用金 银 铜 制造个物 又可以雕刻宝石 相看宝石 可以雕刻木头 制造各样巧工 看哪 我已经指派 但支派中 亚西萨摩的儿子 亚和利亚伯和他同工 所有心里有智慧的人 我也把智慧赐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做我吩咐你的一切工作 就是会幕 法柜和柜上的施恩座 以及会幕中一切的器具 桌子和桌子上的器具 纯金的灯台和灯台上的一切器具 香檀 梵祭檀和檀上的一切器具 洗镯盆和盆座 彩衣和亚伦祭司的圣衣 以及他儿子们工祭司职份的衣服 高油和圣所使用的芬芳的香 他们都要照着我吩咐你的一切去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叙叙代代的记号 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 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 所以你们应该守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们的圣日 凡是违反这日的 必要把他处死 凡是在这日工作的 那人必要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 六日可以工作 但第七日是歇功的安息日 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凡是在这安息日工作的 必须把那人处死 所以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 他们世世代代要遵行安息日的规例 作为永远的约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的记号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创造了天地 但第七日就歇了宫休息了 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与摩西说完了话 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 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出埃及记第32章 人民借摩西迟迟不下山 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去 对他说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走在我们前头领路 因为那摩西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 把你们妻子和儿女戴在耳上的金环摘下来 送来给我 全体人民就把他们耳上的金耳环都摘下来 送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用雕刻的工具雕刻 铸造了一个牛巷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你们的神 就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 亚伦看见了 就在牛巷面前筑了一座祭坛 并且宣告说 明日是耶和华的节日 次日清早 人民起来就献上了梵祭 也带来了平安祭 然后他们坐下吃喝 起来玩乐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下山去吧 因为你的人民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 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吩咐他们的道路 为自己铸造了一个牛巷 向他跪拜 向他献祭 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你的神 就是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人民 真是印着景象的人民 现在 你且由得我 让我向他们发烈怒 把他们消灭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施恩说 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的人民发烈怒呢 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 把他们领出来是出于恶意的 要在山上杀死他们 在地上消灭他们呢 求你回心转意 不发烈怒 求你改变初衷 不降祸给你的人民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你曾经指着自己 向他们启示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 好像天上的心一样 我必把我应许的这全地 赐给你的后裔 他们必永远承受这地做产业 于是 耶和华改变初衷 不把他所说的 降祸在他的人民身上 摩西转身 从身上下来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法板是两面写的 这面和那面都写着字 法板是神的工作 字是神写的 刻在法板上 约书亚听见 人民呼喊的声音的时候 就对摩西说 营里有战争的声音 摩西回答 这不是战胜的呼声 也不是战败的呼声 我听见的是歌唱的声音 摩西走进营前的时候 看见了那牛犊 又看见了有人唱歌跳舞 他就发烈怒 把两块法板 从他的手中摔掉 在山下 把他们摔碎了 又把他们所做的那牛犊 拿过来 用火焚烧 磨到粉碎 撒在水面上 让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 这人民向你做了什么 你净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呢 亚伦回答 求我主不要发烈怒 你知道 这人民倾向罪恶 他们对我说 给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那摩西 就是把我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那个人 我们不知道 他遭遇了什么事 我对他们说 凡是有金子的 都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给了我 我把它丢在火里 这牛犊就出来了 摩西看见人民放肆 原来是亚伦纵容他们 使他们成为那些起来 与他们为敌的人的笑柄 就站在银门中 说 凡是属耶和华的 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于是所有立位的子孙 都到他那里聚集 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个人要把自己的剑 配在大腿上 在营中往来行走 从这门到那门 你们个人要杀自己的兄弟 灵社和亲人 立位的子孙 照着摩西的话做了 那一天 人民中被杀的 约有三千人 摩西说 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 归耶和华为圣 因为个人牺牲了 自己的儿子和兄弟 好使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 第二天 摩西对人民说 你们犯了大罪 现在我要上耶和华那里去 或者 我可以为你们赎罪 于是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 唉 这人民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精神像 现在 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那就好了 如果不肯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 把我涂抹吧 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得罪了我 我就要从我的侧上 把谁涂抹 现在你去吧 领着人民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 看呐 我的使者 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在我追讨的日子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耶和华击杀人民是因为他们敬拜亚伦座的牛犊 出埃及记第33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人民 要离开这里 尚我曾经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的地区 我曾应许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我要拆派使者在你前面 我要把迦南人 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卫人 耶布斯人赶出去 你们要上那流奶与蜜的地方去 我不与你们一同上去 因为你们是硬着景象的人民 免得我在路上把你们消灭 人民一听见这凶性 就悲伤起来 也没有人穿戴装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是硬着景象的民 我若是煞时间与你们同行 我会把你们消灭的 所以 现在你们要把你们身上的装饰脱下来 使我知道我要怎样处置你们 于是 以色列人从和列山以后 就把身上的装饰脱下来 摩西一向把会幕支搭在营外 离营远些 摩西称它为会幕 凡是寻求耶和华的 就出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 全体的人民兜起来 个人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 望着摩西 直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就有云柱降下来 摩西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耶和华说 看你吩咐我说 把这百姓领上去 可是你却没有让我知道 你要拆派谁与我同去 只是你曾经说过 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现在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可以在你眼前蒙恩 也求你想到这民族 是你的人名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与你同去 也必给你安息 摩西对他说 你若是不亲自与我们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什么世上 可以知道 我和你的人民在你眼前蒙恩呢 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人民 可以和地上所有的人有分别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所说的这件事 我也要做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 并且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了你 摩西说 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 耶和华说 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 都在你面前经过 并且要把我的名字 耶和华在你面前宣告出来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他又说 你不能看我的脸 因为没有人看见了我 还能活着 耶和华说 看哪 我这里有个地方 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系中 我要用我的手掌遮盖你 直到我过去了 然后 我要收回我的手掌 你就会看见我的背后 却不能看见我的脸 出埃及记第34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好像先前的一样 我要把先前写在你摔碎了的石板上的字 写在这两块石板上 早晨之前 你要预备好了 到早晨的时候 你要上到西内山来 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谁也不准同你一起上来 整个山都不准有人出现 也不准牛羊在这山前吃草 摩西就凿了两块石板 好像先前的一样 他一凿起来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上到西内山去 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彩中降下来 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并且宣告耶和华的名字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 并且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一定要清除罪 追逃罪孽 自父 己子 至孙 直到三四代 摩西急忙 俯首在地 敬拜 说 主啊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我主 与我们同行 因为这是硬着景象的人民 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 和我们的罪恶 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 耶和华说 看哪 我要立约 我要在你全体的人民面前 做奇妙的事 是在全地万国中 没有行过的 在你四周的万民 都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 因为 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吩咐你的 你勿要遵守 看哪 我要把亚摩利人 迦南人 贺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从你面前赶逐出去 你要小心 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 立约 恐怕这是在你中间成为陷阱 他们的祭坛 你们却要拆毁 他们的住相 你们要打碎 他们的亚瑟拉 你们要砍下 你不可敬拜别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他名为祭邪者 恐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 他们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 给自己的神献祭的时候 有人叫你 你就吃他的祭物 又恐怕你给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他们的女儿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的时候 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你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你要守除孝节 要照着我吩咐你的 在雅比越内所定的时期吃无孝饼七天 因为你是在雅比越从埃及出来的 凡是投胎的都是我的 你的牲畜中 无论是牛或羊 凡是公的和投生的都是我的 投生的驴你要用羊带熟 如果不带熟 就要打断它的景象 你所有投胎的儿子 你都要带熟出来 没有人可以空手敬我 你六日要工作 但第七天你要休息 在耕种和收割的时候也要休息 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 你要守七七节 在年底你要过收割节 你所有的男子都要一年三次 去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要把列国从你面前赶出去 扩张你的境界 你一年三次上去 面见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 并没有人贪图你的地 你不可把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 一同献上 月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 你要把你地里最早生产的出手之物 送到耶和华你的神的殿里 不可用羊羔母的奶去煮羊羔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把这些话写上 因为我是按着这些话 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 摩西在那里与耶和华在一起 共四十昼夜 不吃饭也不喝水 他把这约的话写在两块板上 这就是十戒 摩西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脸皮 因为与耶和华谈过话而发光 亚伦和全体以色列人看见了摩西 见他脸上发光 就害怕接近他 摩西叫他们过来 于是亚伦和会众中所有的首领 才回到摩西那里去 摩西就与他们谈话 以后全体以色列人都进前来 摩西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上 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摩西和他们说完了话 就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脸 每逢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 与他谈话的时候 就把帕子接去 直到他出来 他出来了 就把耶和华吩咐他的 对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 见他的脸皮发光 摩西再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脸 直到他进去和耶和华说话为止 出埃及记第35章 摩西召集了以色列全体会众 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吩咐的话 要你们遵行 六日要工作 但第七日是你们的圣日 要归耶和华为休息的安息日 凡是在这日工作的 必须把他处死 在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任何的住处生活 摩西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 他说 你们要从你们中间拿礼物来给耶和华 凡是甘心乐意的 都可以把耶和华的礼物带来 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造甲木、灯油 以及做高油和芬芳的香的香料 红玛瑶宝石 以及可以相看在乙福德和胸牌上的宝石 你们中间凡是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 做耶和华吩咐的一切 就是做帐木 帐木的棚罩 帐木的盖 钩子 木板 横栓 柱子 帐木的座 柜 柜杠 施恩座 遮盖至圣所的蔓子 桌子 桌子的杠 桌子的一切器具 陈设柄 灯台 灯台的器具 灯盏 灯油 香檀 香檀的杠 高油 芬芳的香 帐木门口的门帘 樊祭坛 檀的铜网 檀杠 檀的一切器具 洗灼盆 盆座 院子的尾子 尾子的柱子 尾子的座 院子的门帘 帐木的钉子 院子的钉子 以及这两处的绳子 在圣所公职用的彩衣 祭司亚伦的圣衣 和他儿子公祭司职用的衣服 以色列全体会众从摩西面前离去了 凡是心里受感 灵里乐意的 都来了 他们把耶和华的礼物都带来了 用作会幕的工程和会幕中的一切使用 又用来做圣衣 凡是甘心乐意的 不论男女都来了 把金针 耳环 戒指 手串 和各样的精器都送来 他们个人都把金子 做礼物呈献给耶和华 凡是有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 细麻 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 海狗皮的 都送了来 凡是奉献银子和铜 为礼物的 都带了来 做耶和华的礼物 凡是有造甲木 可以用作工程上任何使用的 都带了来 凡是心中有智慧的妇女 都亲手仿之 把所仿的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都带了来 凡是有心意 又有智慧的妇女 都仿山羊毛 首领把红玛瑙宝石 以及可以相看在 以福德和胸牌上的宝石 都带了来 又带了香料 点灯用的油 膏油 芬芳的香 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 凡是甘心乐意 为做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的一切工程的 都把自愿奉献的礼物 带了来 献给耶和华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看哪 犹大支派中 护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 比萨列 耶和华已经提名赵他 又用神的灵充满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有做一切巧工的技能 能巧设图案 用金 银 铜 制造个物 又能雕刻宝石 用来相看 又能雕刻木头 用来制造各种巧工 耶和华又赐给他和弹枝派中 雅西萨摩的儿子 雅和利亚伯 心里有教导人的恩赐 耶和华又用智慧 充满他们的心 使他们能做各种工作 雕刻的工 设图案的工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细麻刺绣的工 以及编织的工 他们能做各种工程 也能巧设图案 出埃及记 第36章 比萨列和雅和利亚伯 以及心里有智慧的 就是蒙耶和华 赐予智慧与聪明 使他们知道 怎样制造工圣所 使用的一切工程的人 都照着耶和华 吩咐的一切去做 于是 摩西把比萨列 和雅和利亚伯 以及心里有智慧的 就是蒙耶和华 赐他们心里有智慧的人 凡是心里受感要前来做这工的人 都照了来 他们当着摩西面前 接收了以色列人为公圣所使用的工程 带来的一切礼物 他们天天早晨 还把自愿奉献的礼物 带到摩西那里来 凡是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 个人都放下自己所做的工 个人都放下自己所做的工来了 他们告诉摩西 人民带来的太多 超过耶和华吩咐所做工程使用的需要 于是摩西下令 他们就在营中宣告 说 无论男女 都不必再为圣所的工程奉献什么礼物 这样 人民才被拦阻 不送什么礼物来 因为所有的材料 构作一切工程 而且有余 在做这工程的人中 凡是心里有智慧的 用十幅曼子 做账目 这些曼子 是用碾的细麻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做的 并且 用设计的巧弓 绣上基禄帛 每一幅曼子 长十二公尺 每一幅曼子 宽两公尺 所有的曼子 都是一样的尺寸 他把五幅曼子 一一相连 也使另外五幅曼子 一一相连 在第一组相连的曼子 墨幅的边缘上 他做蓝色的纽扣 在另一组相连的曼子 墨幅的边缘上 他也照样做 在这一幅曼子上 他做了五十个纽扣 在第二幅相连的 曼子的边缘上 他也做了五十个纽扣 这些纽扣都彼此相对 又做了五十个金钩 用钩子 使曼子彼此相连 这样就成了一个账目 他又用山羊毛做了曼子 作为账目上的罩棚 共做了十一幅曼子 每一幅曼子长十三公尺 宽两公尺 十一幅曼子都是一样的尺寸 他把五幅曼子相连在一起 又把另外六幅曼子相连在一起 在第一组相连的曼子 墨幅的边缘上 做了五十个纽扣 在第二组相连的曼子 墨幅的边缘上 也做了五十个纽扣 又做了五十个铜钩 使罩棚相连 可以成为一个 用染红的公羊皮 做了罩棚的盖 又用海口皮做盖 放在罩棚的盖上面 他替帐棚用造甲木 做了竖板 每块板长四公尺 宽六十六公分 每块板有两个笋头 彼此相连接 帐木一切木板 他都这样做 他为帐木做板 给南边 就是向南的方向 做了二十块板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 做了四十个银座 这块板底下的两个银座 用来连接板的两个笋头 那块板底下的两个银座 用来连接他的两个笋头 他为帐木的第二边 就是北面 也做了二十块板 和四十个银座 这一块板底下 有两个银座 那一块板底下 也有两个银座 帐木的后面 就是西面 做了六块板 他替帐木后面两个角上 做了两块板 板的下节是双的 直到上面的第一个环 才结合完整 他把两块板都这样做了 形成两个角 所以共有八块板 十六个银座 每一块板底下 都有两个银座 他又用造甲木 做了横栓 替帐木这边的板 做了五个横栓 替帐木第二边的板 也做了五个横栓 替帐木后面 就是西面的板 也做了五个横栓 他又做了中间的横栓 穿过板腰 从这一端 穿到那一端 他用金子 把板包裹 也做了板上的金环 用做穿横栓的地方 并且也用金子 把横栓包裹 他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做了一幅曼木 用巧设的图案 手工绣上 击路薄 他替曼木 做了四根造甲木柱子 用金子包裹 柱钉是金的 又替柱子 铸造四个银座 又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用绣花的手工 做成帐木的门帘 又为门帘 做了五根柱子 和柱子上的钉子 用金子 把柱顶和横杆包裹 但那五个座 是铜的 《初埃及记》 第37章 比萨列用造甲木 做了一个柜 长110公分 宽66公分 高66公分 用纯金 把柜里外都包裹了 替柜的四周 做了金牙边 又铸造了四个金环 安放在柜的四角上 这一边两个环 那一边两个环 又用造甲木 做了两根柜杠 包上黄金 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 可以抬柜 又用纯金做施恩座 长110公分 宽66公分 又用黄金做了两个基路柏 是从施恩座的两端 用锤锤成的 这端一个基路柏 那端一个基路柏 它在施恩座的两端 做了两个基路柏 和施恩座 和施恩座连在一起 两个基路柏 高展着翅膀 用他们的翅膀 遮掩着施恩座 他们的脸 彼此相对 基路柏的脸 都对着施恩座 他又用造甲木 做了一张桌子 长88公分 宽44公分 高66公分 用纯金把桌子包裹 替桌子的四周 做了金牙边 又替桌子的四周 做了75公里宽的框子 框子的四周 又做了金牙边 又替桌子 铸造四个金环 把环子安放在 桌子四角的四角上 环子靠近框子 是穿杠的地方 可以抬桌子 又用造甲木 做了两根杠 用金子 把杠包裹 可以抬桌子 又用纯金 做桌子的器皿 就是盘子 碟子 碗 和电酒用的杯 他用纯金 做了一个灯台 他用锤 锤成灯台 灯台的座 和干 跟杯 球 花 都是连在一起的 灯台的两边 伸出六个枝子 这一边 有三个灯台枝子 那一边 也有三个灯台枝子 在这一个枝子 有三个杯 形状好像信花 有球 有花 在那一个枝子上 也有三个杯 形状好像信花 有球 有花 从灯台那里 伸出来的六个枝子 都是这样 灯台上有四个杯 形状好像信花 有球 有花 从灯台伸出的 每两个枝子 以下都有一个球 灯台的六个枝子 都是这样 这些球 和枝子 都是连在一起的 全都是一块 纯金 锤成的 又用纯金 做灯台的七个灯盏 竹简和 蜡花盘碟 他用了35公斤 纯金 做灯台和灯台的 一切器具 他用造甲木 做了一座香檀 长44公分 宽 44公分 是正方形的 高88公分 檀的四角 是与檀 连在一起的 又用纯金 把檀包裹 檀顶 檀的四边 和檀的四角 都包裹 又替檀 做了金牙边 又替檀 做了两个金环 安放在牙边以下 檀的两侧 就是檀的两旁 做穿杠的地方 用来抬檀 用造甲木 做了两根杠 用金包裹 又按着 制香料者的制法 制圣高油 以及芬芳的 船箱 出埃及记 第38章 他用造甲木 做凡计檀 长2公尺 2公寸 宽2公尺 2公寸 呈正方形 高1公尺 3公寸 在檀的四个拐角 做了四只脚 脚是与檀 连在一起的 又用铜 把檀包裹 又做檀上的一切器具 就是盆 铲 盘 肉叉 和火盆 檀上的一切器具 都是用铜做的 又替檀做了一个铜网 放在檀的围腰板以下 向下 直到檀的半腰 又铸造四个环 放在铜网的四端之上 用做抬檀的地方 他用造甲木 做两根杠 用铜包裹 把杠穿在 檀两侧的环里 用来抬檀 檀是用木板做的 是空的 他用铜做洗镯盆 又用铜做盆座 是用那些 在会幕门口服侍的 妇女的铜镜做成的 他又做院子 南面就是向南的方向 用碾的细码 做院子的蔓木 共四十四公尺 蔓木的柱子有二十根 柱座有二十个 是铜座的 柱钩和横柱栓 是银座的 北面有蔓木四十四公尺 蔓木的柱子有二十根 柱座有二十个 是铜座的 柱钩和横柱栓 是银座的 西面有蔓木二十二公尺 蔓木的柱子有十根 柱座有十个 柱钩和横柱栓 是银座的 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 有蔓木二十二公尺 门口这一边 有蔓木六公尺 六公寸 蔓木的柱子有三根 柱座有三个 门口那一边也是这样 院子门口的两边 各有蔓木六公尺 六公寸 蔓木的柱子有三根 柱座有三个 院子周围的一切蔓木 都是用缅的细麻做的 柱座是铜座的 柱钩和横柱栓是银座的 柱顶是用银包裹的 院子的一切柱子都是用银横栓相连起来 院子的门帘是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 以及刺绣的手工做成的 长九公尺 以宽度来说两公尺高 与院子的蔓木相配 蔓木的柱子有四根 柱座有四个 是铜座的 柱钩是银座的 柱顶和横柱栓是用银包裹的 帐木的一切钉子和院子四周的一切钉子都是铜座的 这是帐木内 就是法贵的帐木 立位人使用的物件的总数是照着摩西的吩咐 经亚伦祭司的儿子以他马的手计算的 凡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犹大支派护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比萨列都做了 与他同工的 有蛋支派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 是个雕刻匠 图案设计家 以及能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细麻刺绣的人 用来建造圣索整个工程使用的一切黄金 就是现做礼物的金子 按照圣索的标准 共有一千公斤 汇重中被数点的人所出的银子 按照圣索的标准 共有三千四百三十公斤 凡是按着次序被数点的人 从二十岁以上的 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按照圣索的标准 每人纳银六克 他用这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铸造圣索的著作和曼子的著作 一百个著作用了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三十四公斤银子做一个著作 他用三十公斤银子做柱钩 包裹柱顶 以及为柱顶做横柱栓 现做礼物的铜有二千四百二十五公斤 他用这些铜做会幕门口的著作 铜坛和坛上的铜网 以及坛上的一切器具 院子四周的著作 院子门口的著作 账目的一切钉子 和院子四周的一切钉子 《出埃及记》第三十九章 他们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做彩衣 在圣索公职时穿着 又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为亚伦做圣衣 又用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做乙伏德 他们把金子垂成薄片 剪成细线 用巧公织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细麻之中 又为乙伏德做相连的肩带 把乙伏德的两端连接起来 上面的带子做法好像乙伏德一样 与乙伏德连在一起 都用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做的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们预备了两块红玛瑙宝石 相看在金草里 又用刻图章的方法 刻上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把这两块宝石放在 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 做以色列人的纪念石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又用巧设的图案手工做胸牌 像做乙伏德一样 用金线、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做的 胸牌是正方形的 他们把胸牌做成双层 长22公分 宽22公分 是双层的 又把四行宝石镶在上面 一行是红宝石、黄玉、翡翠 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是紫宝石、蓝宝石、金刚石 第三行是黄玛瑙、白玛瑙、紫金 第四行是水仓玉、红玛瑙、碧玉 这些宝石都是镶在金槽里 这些宝石代表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共有12块 用刻图章的方法 每块刻上一个名字 12块代表12个支派 又在胸牌上用纯金做链子 像拧绳子一般做成 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 把两个金环安放在胸牌的两端 把那两条金绳穿在胸牌两端的环子里 又把金绳的另两端接在两槽上 再把它们连在以伏德前面的肩带上 他又做两个金环 安放在胸牌的两端 在胸牌的两边 就是在以伏德里面的边上 他又做两个金环 安放在以伏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 靠近相连的地方 在以巧弓做成的以伏德的肩带上面 他们用蓝色细带子 把胸牌细住 就是把胸牌的环子和以伏德的环子细在一起 使胸牌可以贴在以巧弓织成的以伏德的带子上 免得胸牌从以伏德上脱落 这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又做以伏德的外袍是织成的 全件是蓝色的 在外袍的中间有一领口如同战袍的领口 领口的周围有领边 免得领口破裂 又在外袍的底边上 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做石榴 他又用纯金做铃铛 把精灵安放在石榴中间 就是安放在外袍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 一个精灵一个石榴 一个精灵一个石榴 在外袍周围的底边上 在公职时穿用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又用织成的细麻布 替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 并且用细麻做礼贯 用细麻做头巾 用碾的细麻做细麻布裤子 以及用碾的细麻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 用刺绣的手工做腰带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们用纯金做圣罐上的牌子 又用刻图章的方法 在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 又用一条蓝色细带子 把牌子细住 细在礼罐的上面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于是账目 就是会幕的一切工程都完成了 凡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着做了 这样 他们就做完了会幕的一切工程 他们把帐幕 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器具 都带到摩西那里 就是钩子、木板、横栓、柱子、柱座 染红公山羊皮的盖、海狗皮的盖 和遮盖至圣所的慢子 法柜、柜杠和施恩座 桌子、桌子上的一切器具和陈设柄 纯金的灯台与灯盏 就是摆列在灯台上的灯盏和灯台上的一切器具 以及点灯用的油 金坛、高油、芬芳的香和会幕的门帘 铜坛、坛上的铜网、弹杠 坛上的一切器具 洗桌盆和盆座 院子的漫木、柱子、柱座、院子的门帘 绳子、钉子和帐幕 以及会幕一切使用的器具 在圣所公职用的彩衣 祭司亚伦的圣衣和他儿子供祭司职的衣服 这一切工作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怎样做 摩西查看了一切工作 见他们所做的 完全是耶和华吩咐的 就给他们祝福 出埃及记第四十章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正月初一日 你要把会幕的账目树立起来 把法柜安放在里面 用帽子把法柜遮盖 把桌子搬进去 摆上陈设物 把灯台也搬进去 把灯台上的灯盏点着 把烧香用的金坛 安放在法柜前 挂上账目的门帘 把樊祭坛 安放在会幕的账目门口 把洗桌盆 安放在会幕和祭坛的中间 把水盛在盆里 又在周围树立院子的蔓目 把院子的门帘挂上 你要拿高油来 抹账目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使账目和账目的一切器具成胜 就必成胜 又要抹梵祭坛和坛上的一切器具 使坛成胜 坛就必成为至胜 要抹洗桌盆和盆座 使它成胜 要把亚伦和他的粽子 带到会幕的门口来 用水给他们洗身 要把圣衣给亚伦穿上 又高抹他 使他成圣 可以做我的祭司 你要把亚伦的儿子带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要高抹他们 好像高抹他们的父亲一样 使他们可以做祭司服侍我 他们的高抹 使他们世世代代 永远当祭司之职 摩西就这样做了 凡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他都做了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账目就树立起来了 摩西树立起账目 安上柱座 放上木板 安上横栓 树立柱子 把罩棚铺在账目上面 又把罩棚的上盖 放在上面 都是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 摩西拿了法板 放在柜里 把杠穿在柜的两旁 把施安座安放在约柜上面 把约柜抬进账目里去 挂上遮盖至圣所的曼子 把法柜遮盖着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又把桌子安放在会幕里 放在帐幕的北面 曼子的外面 在桌子上 把陈设柄摆在耶和华面前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把灯台设立在会幕里 在帐幕的南面 与桌子相对 在耶和华面前把灯盏点着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把金坛安设在会幕里 曼子的前面 在坛上焚烧芬芳的香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又挂上帐幕的门帘 把梵祭坛安放在会幕的帐幕门口 把梵祭和宿祭陷在坛上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又把洗浊盆安放在会幕与祭坛之间 盆里盛水做洗浊之用 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可以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每逢他们走进会幕 或是走进祭坛的时候 就要先洗浊 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在帐幕和祭坛的周围 树立起院子的漫幕 又挂上院子的门帘 这样摩西就完成了工程 当时有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账目 摩西不能进入会幕 因为云彩停在会幕上面 并且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着账目 在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中是这样的 每逢云彩从账目收上去的时候 他们就启程 云彩若是不收上去 他们就不起程 直到云彩收上去的日子为止 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中 日间有依和华的云彩在账目上 夜间云中有火 显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目的